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帶大家看 敗戰停對上瑪莉的對決 那瑪莉的話 應該大家有一些以前的玩家是不熟的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瑪莉的能力吧 瑪莉的話她是建築木材會減15% 這其實蠻強的 因為大部分建築都是需要木材的 而且減15%就是一直持續下去 從黑色彈就有了 那每個時代的軍營的遠程 附甲或加一 就代表她是可以打一個步兵單位的概念 那步兵也是不弱的 只是有點可惜少了三級攻步兵 所以就變成說她的步兵 可能要打的話打戳戳也是可以的 戳戳也是重裝 有沒有到最強 但是有劍有誤 那她的飛刀手的話 算是強化她的飛刀手這個能力 飛刀手算是步兵系的 飛刀手算是一個可以把自己的劍 丟出去的一個劍勇的概念 那她飛刀手也是相當痛的 那我覺得她最棒的科技是這個彪和科技 金冠 奇兵攻擊力加5 這意味著是奇兵攻擊力會比別人多2的概念 欸多3啦 多3 因為基本上這個科技沒有嘛 古如蜂沒有關係 所以是-2 然後再加3 變成說她的駱駝算是 這遊戲裡面最高的了 攻擊力的駱駝 她有重裝駱駝 血量是滿的 速度是滿的 所以她打駱駝是相當強的一個文明 那她的奴兵就比較尷尬了 她就只能出到強奴 然後沒有三級射 對於弓箭手來說沒有三級射是一件很上的事情 好再來就是 黃金金框持續多30% 這個科技我不太懂 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黃金是30% 這個是80嗎 但這邊應該也是800啦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個黃金多30%的能力是什麼 我知道的觀眾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真的蠻想知道的 我玩斯基帝國玩了六年了 但我還不太知道這個能力到底是什麼 好再來看一下 敗戰艇的能力吧 那敗戰艇的話 應該蠻多玩家都了解的 敗戰艇它的特色就是垃圾兵很便宜 垃圾兵就是指 戰毛兵跟重裝槍槍兵 但它其實打駱駝也是很強 因為駱駝也是-25% 就代表它花費的黃金金沒有那麼貴 雖然它的確定也是沒有三攻 但它的馬甲是有滿 是有滿防的關係 所以打駱駝其實在圍城的時候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就是用駱駝加火槍兵的一個塔法 再加上戳戳跟戰毛 各種混兵 其實也是蠻不錯強的 那它的霸戰體聖騎兵的話 我覺得算是一個 真的是在BN對手的時候會玩到的東西啦 就是你真的要夠有錢才輸得起 然後它會開放它的那個 金冠能力 讓它有践踏 才會特別強 那基本上 敗戰體在阿拉伯 銀冠也沒能力嘛 因為沒有海 所以就會非常的難打一點 我覺得 那它唯一的優勢就是生地王特別便宜 所以它搶地的時候 敗戰體算是有優勢的 但是打正面來說的話 敗戰體就不是一個特別強勢的文明 就是 我覺得敗戰體算是一個 針對文明特性來說的人 會比較強力一點 你知道戰毛 打什麼會有優勢 轉兵的時機是什麼 只要大概了解的話 不會太難 但是 總過一句話 因為它有很多 科技限制的關係 造成 它會有點 打近戰有點劣勢 遠攻的話也是不太好打 只能用火箱兵去 彌補它遠程的弱勢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位置跟打法吧 這兩邊看起來是 要上一個 欸 敗戰體這邊 出了棒棒喔 那有可能是黑直城喔 因為這邊還沒有點 城堡 還沒點封建時代 黑直城的 25匹 黑直城的機會是蠻大的 要看一下 瑪莉這邊 瑪莉這邊選擇了一個 20匹肉馬的打法 但是因為 黑棒棒過來了 這邊防守會防得如何 這邊看起來沒有要從這邊過來的關係 這邊提氣才知道了 所以只能在這邊打個房子 從高地打滴滴的房子 應該也算是有額外加成 這一點我不確定 照理來說 所有的高地部隊打滴滴部隊 是有額外加成傷害 看起來好像有吧 不過知道觀眾的話也麻煩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也不太知道 這到底打房子有沒有外打死 但是黑暗史丹確定就是減二房 來看一下 上面這邊 因為知道黑棒棒 在前面壓制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不太擔心對手會先來騷擾他 但是沒想到瑪莉這邊沒有打算存肉馬 而是直接出了棒棒 而且是三棒棒 這邊是打射箭場 他突然改變形影了 不打肉馬 直接三個棒棒出門 然後空甲步兵 然後射箭場 下應該是來解這個棒棒的 可能是看到他的金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而且是有敵地 不過他要守這個金的話 大部分兵都在敵地 他又在高地 除非他這邊下一個塔 高地塔 這邊就舒服一點了 看一下 木牆蓋好了 OK 很舒服 但是 還是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是高地的關係 這邊又是滴滴 哇這個金框很難受啊 這邊下面我也差不多了 兩邊都下了射箭場 要來做一個緩擊 但是這裡挖黃金有在挖嗎 有 三個人 這邊刺猴 稍微騷擾一下 讓他們沒辦法 很好的麻 很好的伐木 這邊小弓 開始在一起 這邊的棒棒了 這邊用裝甲步兵 持續對敵人做騷擾 讓他一直 要在做一個休禮中 和浪費 浪費一隻村民的 採集時間 這個棒棒 我們又要去敲了 這邊小弓一拉走了 應該會往這邊 主力騷擾 因為這邊是一個高地 他是一個低地 會很難打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剛剛錄影中斷了一下 我們繼續開始 看一下這邊 裝甲步兵 這邊會不會殺到這邊戰矛呢 喔 公軍守過來了 這裡有傷害攻阿 兩邊沒有傷害攻 左邊馬力有傷害攻 但是戰矛很痛阿 這邊小弓開始射射 很尷尬 高地打地地 他也知道這樣打不是辦法 但是戰矛開始在出了 哇 這個小弓燒了這塊金 真的很不舒服阿 還有三隻裝甲 要硬打也不是 這邊來燒到果樹了嗎 哇果樹這裡要被射了 被當標靶 只能用戰矛反擊 但是這邊戰矛是有優勢的數量 比對面的小弓是有點多的 這邊應該是暫時不用出來 沒關係 但是這邊 瑪莉還是有高地優勢的 哇這張圖 讓瑪莉過得非常痛苦阿 喔不是 讓敗戰體過得非常痛苦 紫色是敗戰體 這個高地有點 真的是搞到他了 然後這邊搶回高地之後 可能就會好打一點了 就可以在這裡做防守 你的金就不會被弄了 那這邊 因為他知道他小弓出太多的關係 正面沒辦法打得太贏這個 戰矛 看要不要這邊出戰矛 或者是出肉麻轉一下 就比較好打一點 那這邊看起來 兩邊不是要打大封箭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下第二個射箭長 還有馬舊 兩邊都是以城堡為目標的 那中間這邊就是小島小鬧而已 看一下這邊沒有交戰 這邊一個回頭射射 這次沒有射出東西來 來 再丟 高地再丟 哇很尷尬 很尷尬 紫色很尷尬 再丟 再丟 呵呵呵 哎唷 這個交換好虧啊 你看高地全部都殘血 一直都沒死 他死了兩三隻了 這就是高地打敵地的威力啊 這邊騷擾木頭 把他下高地 再回高地 這邊就是 誰上高地 誰就有優勢 但是他不輕易上高地 原因是因為 他這有裝甲步兵 上高地 絕對是被砍爛的那種 這就是裝甲步兵 貼在弓箭部隊裡面的好處 不輕易被解掉 這一團軍隊 這邊 幫幫回來騷擾 但是騷擾包中全被射掉了 這邊下了雙馬丘 準備要來打一個 騎士豹 或是駱駝駝 但不太可能是駱駝 一定是騎士 絕對是騎士 好 這邊已經上了城堡了 那拜登體這邊呢 拜登體這邊 食物還是沒法上城堡 實在 因為他這邊 下了太多的戰毛 戰毛很吃肉的 但沒有辦法 為了防守 這邊 按到了十隻戰毛 不只死掉的 含下去大概十五隻左右 那這樣子 他真的會很難受啊 今天城堡實在近一半了 他才按下去 這邊小風 過來騷擾 但是沒弄到什麼東西 就回去了 這邊 這邊 這邊找到一個 破口嗎 好像有機會喔 村民來得及蓋嗎 可能要蓋這裡了喔 對 這邊這裡來不及 一定要蓋這裡 基本上 敗戰體圍差不多了耶 這邊再圍一圍 防守就差不多了 這邊戰毛過來了 有可能把這一隊全撕掉了 站毛控的好的話 是有可能把這一隊全撕掉了 城堡實在 OK 騎士按下去了 這邊應該在等伐木技術 好 這邊不如點伐木技術 直接騎兵按到滿 好 騎兵選擇往右衝 這邊找了一個穴進來 來 裝甲不敢進去 原來知道對面上城堡了 所以拜登體這邊就把戰毛收回去 避免被騎士擺給 這個是算滿細微的細節喔 新手們比較會刻意忽略這個細節 對方上城堡的時機點 你也是要觀察一下 才不會至於你的兵全部送光光 雖然是戰毛 在前期也是相當 重要的一個單位喔 不能隨意送掉 這邊空兵過來 看起來是要打小弓 好 這邊又再堵了起來 對手沒辦法 做一個太好的騷擾 這邊小弓射射 看來瑪莉 這邊只能暫時撤退了 其實 拜登體這邊防守打得非常好耶 本來拜登體就是一個防守的文明了 防守特別搶文明 他現在又圍得不錯 真的算是一個 防守意識相當好的玩家 但是缺點 但是這裡有個缺點就是 你越防守 你外面圖就越沒辦法控 就變成說 你只能被動的 讓別人一直打你 然後外面的遺跡 他就會隨意減 瑪莉這邊轉出了 一些駱駝 那瑪莉這邊 我覺得轉出一些駱駝防守 會更好一點 喔 拜登體 拜登體轉秀一些駱駝也是不錯的 因為駱駝很便宜 拜登體的駱駝是-25%費用的 剛好可以康德瑪莉的騎兵 這邊選擇修道院做防守 這邊專機來了 打出一個破口 來護擊 好 射射 喔 把他射出去了 好 這邊 投石車應該開始慘了 應該是投石車喔 不可能是衝車 投石車還沒有按 看一下這邊防守會怎麼打 這邊也選擇了 工程器製造所 欸 他是有看到的嗎 好 這邊真的有在歐 他有看到 我視野是有看到的 所以下來工程器製造手 做一個反擊 那TC的部分 是3TC打 3TC的樣子喔 對 好 投石車做好了 這不趕快下馬就 拜登體這裡會很難打喔 我覺得 這好像也沒有太多肉可以給他 殘馬的樣子 這邊鐵沒有下了很多 這邊花太多木材在做 蓋防守了 防紙啊 木牆這些東西 省民的話 現在是差了十隻 左右 兩邊都有太大的動作 也沒有在擠移基 但是這邊投石車長了 三台 但是這邊投石車有高低優勢喔 他這邊出來投的話 雖然不會被他投到啦 但是高地這邊戰術還是蠻強的 哇等一下 這裡把高地給 撐住了 看來也是沒有要死人手這個高地的意思 哇開始好了 很快 這邊直接下一個城門 3547滴的城門 有夠多 好 這邊被打破了 但是 這裡變成帝王時代了 敗戰體 因為上帝王時代的成本非常便宜 這個投資車怎麼做到是 哇很困難 被投光了 這邊敗戰體上帝王 可能短期一支燃還沒法打出帝王的優勢喔 因為帝王 你就算上強奴被 這個 頭倒還是很痛啊 可能是想利用一個射程優勢喔 但我覺得還是稍微有點困難 因為畢竟是強奴是8的 5加3 頭 青頭只有7而已 哇再看有一點震攝到 瑪莉這邊喔 殺了 nice 旁邊不分上下 但是窗迷處已經差距20幾隻了 旁邊都在 試探對手 哇你這一頭 頭到兩台 哇一反二 完蛋完蛋完蛋 這兩龍具蓋 OK投資車解光了 那強奴這邊 可能要趕快 去弄對面囉 不然村民術差距30隻了 這個不趕快去騷擾 村民術會越差越大喔 單Tc 拜登帝這裡是要打算單Tc 打到底了嗎 強軍是 雖然這裡是一個選擇 但是這裡有點痛喔 騎兵就是一發一隻 但是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關係 騎兵的數量好像有點多 但是追得完嗎 好像也困難 好像又可以 哇好像沒辦法 好痛 哇這騎兵直接 瘋狂白給 哇 開始打出差距了嗎 這個黃金被弄了 看這劍塔俠了 稍微可以擋住一下 但是這個墓區 還是一樣難受 這裡下了更多的滿舊 好這邊是6加4敗戰艇的弓箭全滿 他弓箭是有全滿的 不好意思 強奴弓箭全滿 這邊瘋你一下 能瘋到個一兩隻嗎 噢瘋到一隻 這邊過來騷擾這邊的農田 哇這裡有25隻 只要20隻的話 集火S騎士就可以秒殺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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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吧 這我不給尊重了 哼 村民術差了45了 哇 他選擇蓋礦地還不是蓋TC 這個真的有點狠 我這坨包夾 啊好像可以沒有上高地 完蛋 這裡有20隻左右 好像還是有點困難 哇這射很快啊 這個有拇指環的 雖然解掉這一坨了 但是 瑪莉這裡也是相當痛苦 他應該沒有辦法上帝王了 雖然村民術屌虐 但是 沒有足夠的經濟 上帝王 因為要花很多麻去解他的強奴 把這邊下個城堡直接鎖他的金 拜登庭 拜登庭村民術屬了 大概 快50隻 但是 卻沒有 相當劣勢 反正越來越打出他的優勢出來了 這邊騎兵可能會想要去繞一下 然後打出一個破口 開始圖裡面的村民喔 拜登庭這邊 攻擊 防禦沒有不好 可能就很麻煩了 這邊 遠頭可能會出來 開始拆這邊的TC跟城堡 在這邊 看到城門 很尷尬 這樣是跨時代拒絕 村民術拆了快一倍了 17對65 到底瑪莉能不能靠著 村民術的優勢上到帝王 或是打出一波 防守的優勢呢 瑪莉這邊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就是帝王打帝王對決 但是遠頭這段輸出時間 會讓瑪莉這邊非常痛苦喔 瑪莉的馬也回來了 看起來是弄不太到太多的東西 強奴開始在探圖 這是要找黃金的意思 哇 這個翁 好像慢了一點 哇 來得及嗎 這個應該是解得掉 遠頭 竟然沒有把弓兵鋼 在這邊做防守 全部白給掉了 哇這應該是來不及修了 欸 修得回來嗎 不可能吧 可以嗎 哇 很可惜 但是喜兵也送了好幾隻 算是一個不錯的交換 這樣子把這些遠頭解掉 就足夠的時間 去撐到帝王時代 出遠頭 防守了 這邊弓箭 轉了過來 這邊會不會直接走進去呢 好像會喔 但是堵住了 又要走進去了 跟我想的一樣 跟我想的一樣 不言了 哇這邊村民大逃難啊 但村民數差了50隻 這邊上帝王沒有存資源 要點金罐的意思 這個金罐很貴的 好不容易上了帝王了 上了三級馬鎧 上了三馬鎧之後 可能會舒服一點 但瑪莉這邊 會不會點 重裝呢 不點重裝的話 還是會有點痛喔 但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給他升 這邊資源一直不斷被打壓著 這邊出兵口又會被城堡射 哇 我怎麼覺得瑪莉涼了 村民數 差距50 居然要輸了 村民多的反而要贏了 瑪莉喊出了GG 村民數差距一倍 居然 贏了 而且還是用敗戰艇去搞 哇 這個戰術完全突現了敗戰艇的優勢 哇 我覺得敗戰艇真的太厲害了 他把敗戰艇的優勢打出來了 上帝王時代 的費用減33% 完全利用出來了 然後直接打個單TC 打爆瑪莉 哇 這裡也是被殺到一個很受不了 然後這邊出兵點 又被城堡射 金又被封 怎麼看 都很難再把阿蒙回來了 這邊 遠投一直投 沒得防守 裡面這一頭優解不了 這就是單TC強軍事啊 好啦 那這一次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